中东有石油油,中国有稀土,说起稀土,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,而且跟石油一样,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。 中国地大物博,稀土储量十分丰富,最多的时候占到了世界储量的70%以上。 但由于早期中国尚未对稀土市场进行规范,大量小型企业、家庭作坊盲目生产,甚至走私,将大量稀土借卖,中国白白流失了大量宝贵的资源,导致如今中国稀土储量大量减少。 好在近几年,中国终于意识到稀土的重要性,开始对稀土进行规范管理,减产提供,但即便是这样,中国的稀土资源仍遭到世界疯抢。 据报道,2018年1月份至10月份中国出口稀土总量,为41940吨,累计出口额约4.3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约为30亿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1月份至10月份稀土每吨价格平均为1.02万美元,而10月份稀土价格每吨平均为1.23万美元。 今年以来,中国稀土的价格是在上升的,而稀土出口总量在下降。 可以看出中国开始对于稀土规范管理以及减产提价之后的成效。 但不得不提的是,虽然中国对稀土进行限制,但截至目前为止仍然是世界稀土的主要公民国。 即使稀土加价了,还是遭到各国的封场,就算是美国、澳大利亚跟稀土大国,也把自己的稀土封存起来。 大量进口中国的稀土,增加自己国家稀土的储量。 这进一步说明了稀土的重要性,也让人不得不怀疑中国对于稀土减产期价做法的力度是不是还不够。 虽然今年以来,中国稀土出口量在逐月下降,但1月份到10月份的出口总量相较于去年同期,仍然增长了2.7%。 中国控制稀土已经喊了十年之久,但如今全球仍然在依赖着中国的稀土供应。 有数据表明,如今中国的稀土储量正在极致下降,而西方的稀土储量不仅没有消耗,储量反而还在增加,并且还没有包括未太明的数量。 或许中国当务之计,的就是需要再次提高价格,减少稀土开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